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空军的建设及其装备的发展 一直牵动着众人的心弦 建国后 新中国在打造了一支英勇善战的人民空军的同时 也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航空工业 新中国早期空军飞机多仿自苏联 在其后几十年里 中国的战机发展也都带有浓浓的苏联 无论是仿制而来的歼5歼6歼7 还是自主研发的歼8 光从外形上就可窥见苏式战机的影子 进入21世纪以后 随着歼10战机列装部队 世人惊奇的发现 中国战鹰已经脱离苏式风格 修炼出了另一番落落大方的模样 歼10的服役 让中国空军如虎添翼 从此装备序列里又多了一型 可以执行多重任务的优秀战机 作为一型及众多先进设计理念和技术于一身的战斗机 歼10是中国航空工业几十年 积累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 它的出现 标志着中国正式迈进了 世界先进战斗机研发国家的行列 为什么歼10在中国战机研发史上 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这一战机的身上 又凝聚了研发人员多少年的心血 从首飞到如今 歼10又经历了怎样的进化升级 本期军舞 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到这型化时代的战机身上 一探云霄猛龙的前世今生 今天当我们说起中国的战斗机家族时 往往会提到歼5歼6歼7歼8 一串连数的型号 但是歼8之后 国产战机型号却直接跳到了 咱们今天要讲的主角歼10 不少人 由此提出疑问 歼9去哪了 其实歼9这一型号的研发 是和歼8的研发同时被提出的 按照最初的方案 歼8为双发设计 而歼9则为单发设计 虽然比歼8少一个发动机 但在当时 歼9却被赋予了更高的性能指标 飞机的技术指标 被要求做到最大速度2.4马赫 静升线2万到21000米 最大航程3000公里 作战半径600公里等等 为了满足这些技术指标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先后提出了多个设计方案 但是最后经过论证 都难以达到设计要求 后来 歼9项目一度搁置 直至1969年 重新回复 并将试制点定在了成都飞机制造厂 根据产颜结合的原则 歼9研发团队也在1970年从沈阳迁往成都 成立了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分锁 及今天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在当时 歼9重新被赋予了更高的技术指标要求 为满足高空截击的需要 歼9需要达到双25的要求 即升线25000米 最大速度2.5马赫 后来 歼9的技术战术指标又被进一步调整 直到最后变成了升线26000米 马赫数2.6的双26指标 高技术指标的压力 加上极其艰苦的环境 并没有令中国的飞机设计人员退缩 相反 他们发挥自己的智慧 提出了非常新颖前卫的压式布局方案 并在随后一系列的试验中 证明压式布局具有极大的潜力和优势 后来 压式布局被国防科工委确定为 歼9的基本方案 然而 以中国当时的研发能力 双26的指标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尽管后来歼9的技术战术指标有所下调 但是为了给歼7-73的研发让路 历经坎坷的歼9在1980年无奈下马 从1965年开始论证 到1980年项目终止 歼9的研发历时15年 却最终夭折 相比之下 同时代的歼8不仅早已翱翔蓝天 连改进型歼8-2的研发都已提上日程 这不免令人遗憾 不过 我们在为这一国产战机扼腕叹息的同时 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歼9项目虽然无果而终 但是 并不意味着其技术积累 也就此树之高阁 师之东鱼 手之丧鱼 歼9项目中提出的诸如压式布局等设计思想 后来在歼10身上再次得到了应用 在2017年上映的电影《空天烈》中 多情国产战机的荧幕亮相 让众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在影片最后 歼10大战幻影2000的场景 让众人大饱眼福 虽然与幻影2000这种西方战机的对决是电影的虚构 但是我们回溯中国装备的发展历史 幻影2000与中国的关系 还真称得上远远流长 在当年 解放军空军曾差一点将这种轻盈的三角翼之鹰 引入自己的装备序列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也在不断深入 1982年6月 来自中国空军 航空工业部和电子工业部等部门的20余人组成的代表团 赴法国考察期间 专门去打索公司 实地观摩了幻影2000战机 代表团随行的中方试飞员 葛文雍还亲自上机进行了飞行体验 无论是空中机动 还是电子设备 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幻影2000 给远道而来的中国代表团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当时 美国的F15 F16早已参军入伍 苏联的米格29和苏27 也已完成首飞准备入役 相比之下 中国空军装备的一票歼6歼7 甚至歼8都已经明显落后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歼9 又无果而终 因此 见识了幻影2000的优异性能后 力图追赶世界先进步伐的 中国空军 曾一度想将其引进国内 不过 最后由于担价太高作罢 虽然引员失败 但中国空军未来的装备计划 并没有止步 在考虑外援之前 中国就已经将自主研发 新型尖击击的计划 提上了日程 早在1982年2月 北京就召开了 新尖研制方案评审论证会 当年4月 在新尖方案评审会上 来自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 飞机设计专家 宋文聪 汇报了压式布局的新尖方案 引起了军方极大的兴趣 随后 宋文聪具体组织了 新尖技术先期论证工作 广高速和低速风动试验 就先后进行了3900多次 完成了结构 飞控 航电 及机电系统方案设计 设计了 腹部进气压式布局飞机方案 并编写上报了论证报告 1984年 成飞的压式布局方案 被确定为新尖方案 1986年7月14日 歼10项目正式上马 宋文聪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作为当时国内最优秀的 飞机设计专家之一 宋文聪先后参加了 东风113 歼8 歼9等机型的研发 到歼7的改进型歼7-3研发时 宋文聪临危受命 成为总设计师 随着1984年4月 歼7-3首飞成功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一扫歼9项目夭折 带来的阴霾 作为亲身经历了时代沉浮 目睹了中国战机 艰难研发之路的一员 宋文聪和他的团队 再次挑起了国家和军队 赋予的重任 视频中的一幕发生在1998年2月25日 这是歼10原型机第一次离开机库 进行滑跑试验 为首飞做准备 担任飞机制造总工程师的薛赤寿 没有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乘坐牵引车 而是一直步行陪伴在歼10身边 就像父亲送别即将出征的孩子一样 亲自将其送到了起跑线上 在有不到一个月歼10就要迎来自己的首飞 为了这一刻 中国航空人已经足足奋斗了十多个年头 作为一型跨时代的战机 歼10的设计创新 在国产战机的研发历史上是空前的 设计制造难度也是空前的 按照国际上不成文的惯例 一架飞机上新研制的产品比例 绝对不能超过30% 超过了这个数字 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就大打折扣 然而歼10作为一型跨代战机 其采用的新产品比例直接超过了60% 歼10属于三代机 这一代飞机首先强调的就是空中机动性能 由于只有一个发动机 因此要提高机动能力 就必须在气动外形上下功夫 歼10继承了歼9的压式布局设计 利用压翼和主翼之间的wow和作用 极大的增强了飞机生力 除了压式布局 歼10还打破常规 大胆采用了静步稳定的气动设计 在歼10之前 中国研发的战机都是静稳定布局设计 采用静稳定的布局的飞机 气动中心位于机体重心后面 当飞机迎角增大时 由于生力增加 此时的飞机就会产生一个低头力举 迫使飞机恢复到平飞状态 这种设计虽然有利于保持飞机的稳定性 但是却影响了飞机的机动性 而歼10采用的静步稳定布局 则将飞机的气动中心移至机体重心之前 当飞机的影角增大后 生力增加会导致机头进一步上扬 让飞机更加远离平飞状态 采用静步稳定布局的飞机 虽然稳定性降低 但是机动性强 不过静步稳定布局设计的飞机 空中动作异常灵活 需要连续不断地进行操控 才能维持飞机正常飞行 然而 依靠飞行员手拉脚灯的传统操纵方式 是难以完成这项繁重的任务的 要想控制住静步稳定布局的飞机 就必须引入电传操纵飞控系统 利用飞控计算机 将飞行员的滚转 辅养和偏航等指令 转化为电信号 从而快速精确地调整飞机姿态 除了静步稳定的压式气动布局 和电传操纵飞控系统 坚实上 还要实现高度数字化和综合化的 航空电子系统 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技术 这四大技术 成为坚实能否实现跨带的关键 然而 在上世纪80年代 包括计算机飞控在内的很多新技术 对中国来说都是空白 科研人员甚至要从概念开始学起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歼10团队还是决定迎难而上 经过数年连续不断的攻坚 到90年代 成飞终于完成了歼10的 全尺寸金属样机的制造 和原型机生产图的设计工作 接下来就得依靠飞机制造厂 将设计人员的梦想变成现实了 在总工程师薛赤寿的带领下 成都飞机制造厂开始了 歼10原型机的制造工作 由于歼10上采用了60%以上的新产品 包括很多形态复杂 且精度要求极高的整体结构建 而飞机制造厂 很多原有的机床 根本无法生产这些结构建 为此 飞机制造厂又专门开发了 可以加工这些结构建的数字加工技术 最后 成功完成了包括整体矿 和S型蒙皮在内的 各种结构建的加工生产 1997年6月2日 首架歼10飞机 在成都飞机制造厂 举行了总装交付仪式 经过充足的准备 1998年3月23日 在无数人的期待中 歼10在首席试飞员雷强的驾驶下 一飞冲天 成功完成首飞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 第一架三代战机 歼10首飞成功 是中国航空史上 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一天 将自己半生心血和情感 都倾注在歼10身上的 总设计师宋文聪 激动之鱼 特意将自己的生日 从3月26日 改成了歼10首飞的 3月23日 歼10的首批量产型号 为单座的歼10A 在此基础上 成飞又设计定型了 双座型的歼10S 2004年 歼10A列装部队 正式成为新中国之鹰的一员 官方绰号 猛龙 从1986年正式上马 到2004年列装 歼10的研发生产定型 正好走过了18个春秋 新颖前卫的压式布局 一身融合的流线外形 先进的电子设备 加上不俗的火力配置 当长大成人的歼10 以威武却不失优雅的姿态 公开亮相时 立即受到了众人的喜爱 不过 在夸赞之余 大家对于歼10A上的一处设计 却颇有微词 这就是进气口上方的 六根加强筋 为了给发动机提供 不同状态下所需的气流 歼10A采用了 可调节超音速基附进气道 这种进气道 极大的提高了 飞机的爬升和高速性能 但是 也存在结构复杂和重量大等缺陷 为了更好的固定进气道 歼10A用六根加强筋 将进气道上方和肌腹做了连接 加强了机体结构 不过 热情的军迷在茶余饭后 还是喜欢拿着六根加强筋来调侃 并赋予了歼10A棍子的混名 但很快 这种落后的设计 在歼10A的兄弟歼10B上 就完全看不到了 作为后继型号 歼10B在外观上与歼10A最大的区别 就是采用了无负面层格道超音速进气道 简称DSI进气道或棒式进气道 DSI进气道通过一个鼓包将负面层流迎面剖开 然后向两侧推离进气道 相比于歼10A上结构复杂的 带负面层格板的矩形可调节超音速进气道 歼10B上的DSI进气道具有结构简单 重量轻以及阻力小的特点 与昂首挺胸的歼10A相比 采用了DSI进气道的歼10B 前机身略显低矮 从正面看起来更扁 因此正面的雷达反射面积比歼10A要小 DSI进气道目前仅有中美两国使用 得益于此前在骁龙战机上的成功运用 成飞对于这种进气道早已驾轻就熟 将这种成熟的设计用在歼10B上 事半功倍 水到渠成 除了进气道发生改变 歼10B换装了相控阵雷达 另外歼10B还在封挡前 加装了光电瞄准传感器 锤尾上新增了一个电子警告 或对抗系统整流罩 为了提高飞机的高速性能 歼10B还对锤尾 附骑进行了切尖处理 经过一系列改进的歼10B 空战性能比前辈更加出色 不仅赢得了众人的一致称赞 也获得了大荧幕的青睐 在电影《空天烈》中 最后与幻影2000大战 为我们带来震撼的空战盛宴的 那架中国战机正是歼10B 另外歼10B还成为 国产发动机的试验平台 由于此前国产涡扇发动机研发制后 歼10原型机和量产型歼10A上 均装备了俄制AL31F发动机 进入新世纪后 随着国产涡扇发动机设计定型 为猛龙更换动力之心成为可能 早前网上就开始曝光 搭载涡扇时太航发动机的歼10B 随后更是爆出了多张歼10B 推力矢量验证机的照片 在2018年的珠海航展上 搭载了矢量推力发动机的歼10BTVC 在众人面前大方亮相 用一套眼镜蛇J-Turn加落叶飘的组合动作 征服了全场观众 在当天 其风头甚至盖过了后面出场的隐身战机歼20 2017年 在建军90周年阅兵中 比歼10B更先进的歼10C公开亮相 目前 歼10C流露出来的技术资料较少 外界普遍认为 其装备了更先进的有源相控制雷达 以及其他电子设备 歼10C与歼10B外观上的最大区别 就是机背上多出来的刀型天线 2018年4月16日 歼10C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 标志着歼10家族的猛龙三兄弟 已经全部形成战斗力 成为中国空军的中坚力量 从1986年上马到1998年首飞 从2004年歼10A列装 到2018年歼10C形成战斗力 歼10的研发生产服役 已经跨过了30年的时间 30在岁月沧桑巨变 在不断增强的国家经济 和科技实力的有力支撑下 中国再也不是当初那个 在西方先进战机面前羡慕不已的国家 无论是天空陆地还是海洋 我们已经完全有能力 研发生产世界一流的军工产品 作为时代的见证者 歼10不仅是中国战机家族的优秀代表 更是中国30年崛起的一个缩影 他早已超越了一般战机的意义 今天 当我们看见猛龙们 在空中闪转腾挪的矫健身姿时 总是有太多的拿云心事 想对着天空诉说 或许 国防科工委的聂洞庭将军 当年写下的词篇 最能表达我们的这份感情 五年求索 石丘建造 鸭市被藏奥妙 翱翔冲刺护蓝天 看今日 云霄朗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